可能以前是偏打好玩的 後面就發現自己有那個天分 然後就慢慢慢慢打到現在 他也很久沒有打線下 稍微一點開心然後緊張吧 因為有開飯蠻多的進來 還有可能有些都是我們的粉絲之類的 還有可能在找我們簽名之類的 還不錯的不懂 現在最深刻的是剛剛總決賽 去跟上一滴打的時候發揮比較好 我覺得應該是恰在硬一點吧 我覺得我發揮可能有時候還不太好 可能被他們打過後面 前面好一點後面就跑掉了 那應該是線下 因為線下比較有感受那個氣氛 就是比賽的氣氛 不然你如果比線上的話 你可能跟隊友拍戲一下子然後就沒了 然後就是如果有粉絲的話 就是他會跟比較協議之類的 對這樣比較好一點 我喜歡線下 因為線下可以跟朋友還有 就是粉絲或者是 就是一樣玩一下 同樣遊戲的玩家聚在一起 那感覺就不一樣 跟線上不一樣 比賽最大的競技裡面是310 畢竟他們是老隊友啦 熟門熟路的人 所以再加上粉絲 冠軍跟 那粉絲是世界冠軍的選手 所以我覺得阿妹最難的